注意看,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泵 在旋转时,里面的月牙型空腔会不断移动 滑片也跟随着,在自己的轨道里进进出出 它的名字叫旋片泵、滑片泵或者叶片泵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妙景象 离不开两点,偏心和离心力 即,圆形转子和圆形腔体的圆心并不在一点 又因为叶片是可以自由滑动的 所以,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叶片就能一直与枪体壁接触 当然,如果怕离心力不够,也可以在转子槽中安装弹簧 比如这个结构最简单的旋片泵 咱们不妨利用它来分析一下泵的工作原理 首先,由于叶片的阻挡,我们可以将月牙分为ABC三部分 当转子顺时针旋转时,空间A的容积是逐渐增大的 气体压强会降低,因其与吸口相通 所以,外部压墙一旦大于空间A内的压强,只能将气体吸入 与此同时,空间B的容积是逐渐减小的 气体会被不断压缩,最终与排气口相通 也就到达了空间C的位置 当这部分气体的压强超过排气压强时 排气阀就会被扑的一下推开 气体便穿过油箱内的油层排走了 人们还会把两个泵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双级泵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最开始的悬片泵 是不是好理解了很多 简而言之,它们都是通过容积的变换来实现介质的输送 还有一种更复杂的双作用悬片泵 注意看,它的定子和转子是同心的 并且,定子腔体的形状不再是圆形 而是由两段长半径圆弧,两段短半径圆弧和四段过度曲线组成 它每转动一周能完成两次吸入和排出的动作 又因为吸油区和压油区是镜相对称的 所以,作用在转子上的液压力相互平衡 这就让泵的运行更加平稳,减少了能量损失